大家好,我还是汉文,在这个韩国仁川的中区厅,区厅这个地方呢,我们是要问一下,我们即将付全款的这个老房子,它有没有欠水费啊,电费啊,还有它那个污水井啊,韩国那个门市啊,临街的门市是有污水井的,一年呢,它要政府过来抽一次, 如果很多年没抽过的话呢,政府是不会通知的,但是再申请的话,它是要交罚款的,所以我们要问一下,它有没有欠很多的水费,欠很多的电费的情况,或者是好多年没有抽这个污水井的情况,如果这方面没问题的话,我们就过去交全款,今天就签合同拿钥匙了, 刚刚说了一半,然后就突然间蹦进来那个疫情的韩国政府的那些信息轰炸,然后就把这个视频打断了,我们继续说,可以说是被房东原来的那个仓库的房东很无情的给赶走了,赶走了之后呢,我们也选择,那毕竟是外国人嘛,没跟他太计较, 如果是我们找到比较可心合适的,能搬走了,那我们就正常搬走,毕竟是自己的房子了,也省房租了,如果说找不到的话,那我肯定就跟他讲究讲究,因为他们是违约嘛,法律规定是必须要提前,你不租了,要提前三个月通知的, 如果你没通知的话,是作为租客,我是有权利不走的,法律是保护这个行为的,如果我没找到的话,那我肯定就不走,就是相当于跟他翻脸了,毕竟是他们不讲究,以为我们不懂法了,但是现在的情况呢,就是我们找到了中介,之前看到了一个四个亿的房子,四层楼也很老,但是呢,很遗憾,那个四个亿的房子已经卖出去了,那就没办法了, 所以我们紧急的就买了这个两亿六千万的房子,那我,他这个是去年,18年12月才最后一次清扫,那都过了多少年了,两年呗,对啊,我给他中介打个电话,是不是得给咱清扫完了才行啊,你说呢,嗯,那问没问那个要不要交罚款,他说不用,马上清扫就没事, 那我们清扫,我们清扫也行啊,就是不用交罚款的话,那就清扫,但这事我们跟他说,嗯,一会说就行,没有罚款了,他说你,他说,那时候,嗯,他让我打电话给这个地方交钱,嗯,然后这个是,打电话让他过来清扫,嗯, 一会儿房东不去吗,嗯,嗯,就让他现场清吗,也到点了,嗯,电费呢,电费我现在打电话,嗯,现在打了,刚才我们还真问出来点事,就是,正常一年一清扫的那个污水井,他已经两天没清了,虽然不用交罚款,但是呢,也是相当于拖欠政府的事了嘛, 这个,确实得赶紧把它弄了,再就是说,有没有钱大额的这个电费的问题,还要确认一下,啊, 여보세요,啊,刚刚中古城 가봤는데, 可是,那上昼所以上昼其实 дел ان原栏上昼了凳的那边的简orig是差不多公寓缓户的地位 graduated一úsica、啊,啊, St. K,也说一 hun都给我们看完几个位啊,这小谷油镜里了吧,对了,这坐在那边就要再然后点一下那小谷油镜里了吗,好呀,OK,谢谢哦,谢谢哈板,耶,他说他跟主人系譐的,让主人给我滋载了,对,正常是应该给我们вед季之后的那就可以,是的,是浪卖家准备了是不是,那 你要是一年之内 那就我整完 没到一年 那你两年了 你得给我整完 要过两天冒了 我冒出来了 这个不负责任吗 我不知道啊 我冒出来了 满屋都是水怎么办 确实是查到了一些问题 应该每年清早的 虽然没有罚金嘛 但是也影响我们使用啊 我们不知道多长时间 那突然间冒水了怎么办 여보세요 多长时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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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